歡迎新聞請大家來看到有關社區他們做的第十三品 為了當社區這幾年開發這麼多在地農產品 最近做做這個秋冬兩更 香甜的好煮味真相敏重的歡迎 社區希望透過這個米味兩更 讓經濟人來實在到的社區 有了將在地特色推廣出去 最近社區培託勞動部都官開發方案 推出秋冬兩更 有時候也會開放給社區的事大提案看看 讓他們可以知道兩更的這座過程 很好 很高興 心情非常好 不然在裡面感覺很無聊 那今年開始因為我們有受到勞動部 他們多元就會開發方案的輔導 所以我們今年開始推出我們的蛋捲的產品 那另外我們推出的口味有原味跟香蒜口味 香蒜口味主要就是結合在地的蒜頭 做一個主軸為出發點這樣子 剛才一天也讓社區的老大人請求這座秋冬 讓他們訓練秋冬的開札 不可以讓他們的身體機靈儲化 那比較不會這樣一齣出雜的啦 對啦 那好啦 每個人都給你們弄一弄 大家這樣就不錯 饅頭的話它可以就是讓它下去揉 揉揉然後它手部可以運動 比較不會老化 比較健康 然後又簡單 又不會太複雜 回家都可以自己操作這樣 未來的骨頭禮中希望可以利用在地製造的農產品 推銷到外觀期 讓更多人可以看到骨頭禮 我們朝這個方向就是要把社區在地的農產品盡量行銷出去 包括說我們的蒜頭也大粽的 還有土豆 還有玉米 這都是社區最大粽的東西 我們又透過說外線素的 會來跟社區來參訪 來參訪我們的攝灘 將到我們這些東西行銷出去 透過已經發到完的農產品 將出頭最豐富的農產特色提供出去 以後民眾可以前來看看骨頭最豐富的人物的風景 記者 立不得昌佈渡